亚洲电视有限公司委任张永林做执行主席 城市电讯主席王维基做行政总裁 他们说亚视未来会针对中产和高档客户 短期的目标就是收支平衡 被问到会不会裁员 王维基说会先用两三个月的时间 了解公司的情况再作决定 不过集中点并非裁员与否 而现阶段是先要挽回社会 和员工对亚视的信心 我们先看看两位新管理层在记者会的发展 今天才是上班的新任亚洲电视 执行主席张永林和行政总裁王维基 下午三点半见记者的时候 开场白说公司需要改革 日后的亚视的发展 我想集中会在中产阶层和高档客户的发展 我们希望对香港的观众提供多一个 非戏剧性 即非剧集类的选择 他们说公司的情况严峻 当中有危亦有机 大家知道这间公司是面对着很严峻的情况 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成功的包袱 我们很落于改变 如果我们今天是很成功的话 是不可能有任何改变的 改变的阻力会更加大 去做任何创新的事情是更加困难 但是今天这间公司的环境 是造就了一个极之好的环境 让我这个自以为自己很具创意的人 来到这里 是希望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发挥 现阶段的首要工作 是要挽回社会和员工的信心 亦期望改善公司的文化 被问到会不会裁缘 王维基就说要面对现实 不想有任何稀疑 不过集中点不是财源 如果只是纯粹 为了从财务的角度 我想减几百人是不奇怪的 为了收支平衡就减了 不理不理长远发展 我刚才已经不断强调 如果老闆是想这样 纯粹是为了这样 你不要搞我 我会用两至三个月的时间 再深入去了解分析 我强调说我不是回避你的问题 不过我今天跟你说为三百 因为加三百又减三百一夹 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根本我不知道 执行主席张永林透露 他估计多年来 亚洲电视亏损超过50亿 他期望短期目标达至收支平衡 长远期望可以上市 不过就承认 不可以不断靠股东注资 查先生、查氏家族从来没有对张永林说过 不会注资 只不过 亚洲将来是不应该盼望股东 不正于查先生不断注资 我们的生存一定要靠自己 靠自己的本事 改善我们的收市率 增加我们的收入 就不是纯粹靠任何股东的支持 黄维基就说 亚洲应该靠自己 不应该靠北方资金支持 就算有北边的支持 我都不会要 因为这些是不长远的 这些是根基打得不好的 我来的是打好这里的根基 我不是想拿短暂的光辉 那些是没有用的 我来的做这里的 我希望打好这里的根基 真实实实做这个事 可能是做三年 可能做五年 而不是想 我哪有的 如果你要问拿北边的支持 你应该找另外一个人 一定不是找我 黄维基现时 身兼城市电信 和香港欢频的主席 香港欢频也有提供新闻频道 被问到亚时 和香港欢频的新闻部 会不会合拼 黄维基就说 新闻的独立性很重要 暂时没有这个方向 至于两个台会不会整合 节目在商户的平台上播放 黄维基也说 暂时没有这个打算 黄维基又说 会继续出任城市电信的主席 兼执行董事 但会减少参与公司的常管理